随着我市持续稳步的推进新冠疫情防控攻坚十大行动以来 重点针对我们的老旧小区、城中村等重点的风险区域 继续推进拔点攻坚的工作 严格落实四应四尽 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现场的调查 疫情的分析和风险研判的力度 通过各方的努力 我们现在每日新增的感染数明显的下降 在隔离管控外发现的新增阳性感染者也越来越少 社会面的疫情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目前全市疫情走势趋稳向好 感染传播的风险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同时现阶段也是我们上海实现动态清零 最吃紧也是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一旦放松了警惕 疫情就有可能出现反弹 所以还需要持之以恒的落实各项的防控措施 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另外2022年3月1日以来 我是本轮本土疫情阳性感染者 我们新冠疫情的基因测序结果也显示 仍然是奥米克隆BA.2和BA.2.2的变异株 没有发现新的变异株 谢谢